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 家族兴衰与孤独的交响曲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傲慢与偏见 爱情与误解的幽默交锋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火花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经典之作 讲述了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故事 充满了误解 傲慢和幽默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对情侣的火花 以及他们如何在误解中找到真爱 首先 达西的傲慢可谓是故事的开端 他在舞会上拒绝了伊丽莎白的邀请 结果不仅让他心生不满 还在小镇上引发了一场 达西是个高傲的家伙的 热议 想象一下 达西在舞会上冷冷地说 我不想和他跳舞 而伊丽莎白则在心里默念 好吧 谁需要你的舞蹈呢 我可以自己跳 而伊丽莎白的偏见同样让事情变得复杂 他对达西的第一印象是个高傲的富家公子 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内心深处的善良与脆弱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会对某些人产生误解 结果却发现他们其实是个隐藏的宝藏 伊丽莎白的偏见就像是他的情感防护罩 让他在爱情面前小心翼翼 生怕被伤害 在这个过程中 幽默感是两人关系的调味剂 达西在向伊丽莎白求婚时 与其中带着一丝傲慢 结果被他拒绝得体无完肤 想象一下 达西心里想着 我可是个有钱的绅士 怎么会被拒绝 而伊丽莎白则在心里暗笑 你以为你是谁 王子吗 随着故事的发展 达西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傲慢 而伊丽莎白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 两人之间的误解 逐渐被幽默和真诚所化解 达西为了赢得伊丽莎白的心 甚至不惜放下身段 帮助她的家人 展现出她温柔的一面 此时的伊丽莎白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曾经让她反感的男人 发现她其实是个值得爱的对象 最终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 在误解与幽默的交锋中绽放出火花 两人都明白 傲慢与偏见并不是爱情的障碍 而是成长的契机 正如奥斯汀所说 真爱是能够超越一切误解的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 不妨带上一点幽默感 放下傲慢与偏见 或许你会发现 那个让你心动的人 正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亨小传》 美国梦的幻灭 盖茨比的奢华与孤独 《大亨小传》是F Scott Fitzgerald于1925年发表的一部经典小说 讲述了美国梦的光辉与幻灭 尤其是通过主人公结衣 盖茨比的奢华生活 与内心孤独的对比 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首先 盖茨比的奢华生活 就像是一场华丽的烟火 绚烂却短暂 他的豪宅 奢侈派对 名车和无尽的财富 似乎都在向世人宣告着美国梦的实现 然而 正如烟火过后 只剩下的黑暗 盖茨比的内心却充满了孤独与空虚 他的财富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 反而让他更加孤立无援 就像是一个在派对上跳舞的人 周围热闹非凡 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共舞的伴侣 有趣的是 盖茨比的奢华生活 其实是为了追求一个理想化的爱情 戴希 为了他 他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不惜与自己的道德底线做斗争 然而 戴希的现实 与盖茨比的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 正是美国梦幻灭的缩影 就像是你为了追求一块完美的蛋糕 结果发现它只是个精美的模型 里面却是空的 在小说中 盖茨比的故事 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 美国社会的浮华与堕落 那个时代的绝世乐与 近九令交织 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却忽视了精神的空虚 盖茨比的奢华生活 就像是那时的社会缩影 表面光鲜两立 那里却是无尽的孤独与失落 最后 盖茨比的悲剧 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它的故事提醒我们 追求梦想固然重要 但如果梦想的实现 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那这样的梦想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是你为了追求一场完美的旅行 结果却迷失在了路上 最终只剩下了孤独的回忆 所以 读大亨小船时 不妨带着一颗幽默的心 去思考那些华丽背后的孤独与幻灭 毕竟 生活就像一场派对 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能否找到那个 愿意与你共舞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 家族兴衰与孤独的交响曲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经典之作 书中充满了魔幻 现实主义的色彩 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史 可以说 这部小说就像一杯浓郁的咖啡 出肠时可能有些苦涩 但细细品味后 却能感受到其中的丰富层次 和深邃的哲理 首先 马尔克斯通过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事 探讨了孤独这一主题 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在追求爱与理解 但最终却常常陷入孤独的深渊 比如乌尔·苏拉 作为家族的支柱 她的坚韧与奉献让人感动 但她的孤独感却如影随形 她的生活 就像是在一场 永无止境的马拉松中奔跑 尽管周围有许多人 但她的心灵 却始终无法找到归属 而家族的兴衰 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循环 和重复来表现的 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代人 似乎都在重演着前人的命运 仿佛命运的轮回 让他们无法逃脱 马尔克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警示 就像我们常说的 历史总是以一种 戏剧性的方式重演 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有点老套 那我只能说 历史的确是个老套的家伙 在书中 马尔克斯还巧妙地 将魔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比如书中的人物 常常与超自然现象亲密接触 像是飞天的女人 预言的梦境等 这些元素 不仅增添了故事的神秘感 也让我们反思现实的局限性 或许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魔幻 只是我们习惯了 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它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马尔克斯的幽默感 在书中也时常闪现 比如书中有个角色 总是试图发明各种奇怪的东西 结果却总是以失败告终 这让我想起了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发明家 他们的创意 总是让人捧腹大笑 但也让我们意识到 失败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总之 百年孤独 不仅是一部关于家族兴衰与孤独的交响曲 更是一部让我们反思 人类存在的深刻作品 它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多么孤独 历史多么循环 我们都应该以幽默的态度去面对 毕竟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部经典名著 傲慢与偏见 大亨小船和百年孤独 这些作品通过幽默 奢华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 描绘了爱情 梦想与孤独的复杂交织 让我们在笑声与泪水中 反思人生的意义 首先 简奥斯汀通过达西和伊丽莎白的故事 展示了傲慢与偏见 如何在误解中找到爱情的真谛 这对情侣的火花 就像是一场幽默的交锋 让我们意识到 幽默感在亲密关系中是多么的重要 接着F. Scott Fitzgerald的大亨小船 则通过盖茨比的奢华生活 与内心孤独的对比 揭示了美国梦的幻灭 这部作品提醒我们 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别忘了内心的真实需求 最后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描绘了波恩迪亚家族的兴衰 探讨了孤独的主题 并通过幽默的笔触 让我们在沉重的历史中 找寻一丝轻松 在这三部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的误解 梦想的幻灭与孤独的交响 每个故事都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与人际关系 正如达西 盖茨比和 波恩迪亚家族的经历所示 生活中总会有误解与孤独 但保持幽默感和反思的能力 才能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 寻找到真正的幸福 那么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经典文学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让你感同身受的情节或者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于 我分享你的看法和问题 我期待与你们的讨论 一起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哈哈哈哈 词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